夏天 夏天來了 大家都覺得夏天好難穿衣服 因為台灣的夏天非常的熱 沒辦法穿層次 那今天我們就透過很簡單的幾個QA的方式 要跟大家分享夏天怎麼樣穿的有型 怎麼樣穿的有自己的特色 我覺得夏天最簡單的就是 同色系穿搭 什麼叫同色系呢 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是全身上下真的就同一種顏色 比如說全身都黑全身灰 這樣的方式呢 你很直覺搭配不會出錯 二來別人看到你的時候整體的形象會在這樣的統一 那你就不會覺得非常的問亂 那第二個呢 同色系穿搭你可以是上身下潛或下身上潛 然後都是同一個色系的漸層 比如說剛說的黑色你可以漸層到灰色 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讓你在夏天看起來特別的有型 而且很清爽 短褲的話請大家記得一個重點的原則 只要穿上去 不管是合身窄的或是寬的 膝上五到十公分這樣子的長度 是最能夠修飾身型的 原因一關就在於什麼 你露出了膝蓋 它會讓你整身的比例往上拉 那當然每個人的腿長 每個人的膝上的比例不同 我很建議大家一定要去店面做試穿 首先褲長啊千萬不要全長 我非常建議大家尤其可能身高 大概在170左右的朋友們 我會建議你穿八分褲 或九分褲 重點是露出腳踝就好 那當然我知道 今年有非常流行全長的長褲 那請特別注意 全長的長褲的話 注意它的腰頭 至少是它中高腰以上 這樣才會顯得你下半身夠長 那呼應上一題呢 像穿中高腰褲款的話 我非常建議你可以把T恤啦 Polo衫啦 襯衫都給它紮進去 紮進去的原因是呢 它可以做出你的腰線 就會顯得下半身的腿非常的長 那如果說你今天穿的可能都是全身 都還蠻合身的話 我反而反過來建議你 不需要都紮進去 所以依據你的單品 依據你想要做出的比例 來調配你想不想紮的感覺 其實在台灣的天氣啊 環境底下 非常適合穿oversize 因為穿起來通風 有空氣感 又可以修飾身形 重點來了 穿oversize的時候 你可以選一個關鍵字 就是短 不管它有多寬 你就選擇短板就可以了 從T恤到襯衫 甚至是外套 你都可以選擇 橫向的寬 但是縱長是短的 這樣子你可以穿出oversize的空氣感 又不會好像壓垮你的比例 顯得你腿短 或是身高不夠高了 尤其在夏天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穿短外套 不管是短板的襯衫 然後沒有內裡的那種薄型的外套 或甚至是單件的西裝外套 都可以是短板為著稱 原因是它一樣可以凸顯你的好比例 而且當你穿上去的時候 視覺上不會覺得好像你穿一件很長的外套 顯得很厚重 或很不合時宜 所以千萬記得 短板的任何輕薄型的外套 都非常適合在夏天的時候穿著 要怎麼樣定義合身 而非緊身呢 我們就看這件上衣 它的下擺 跟你的臀線的適合的程度 如果你發現它裹住了你的臀部 而且沒有任何鬆動的距離的話 很抱歉 這樣子的衣服其實是緊身 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選大一個尺寸 讓你的臀圍這邊有大概一公分到兩公分 也就是一吋左右的餘裕 這樣子的衣服呢就會是所謂的合身 那合身的衣服呢其實比較不容易過時 那如果它大過於你的臀圍 甚至超過兩吋到三吋的話 它可能就會是所謂的鬆身 oversize 了 即便在夏天呢有時候出門 你可能真的是少不了的 就是三個東西 可能是帽子 包包 或甚至是眼鏡這樣的東西 那我非常建議大家 可以把配件做同一個色系的處理 你可以跟全身是做同一個顏色的搭配 讓整身都是total look 或是one tone color 你也可以呢是 讓你的身上的服裝的搭配是一個色系 然後你的帽子眼鏡是屬於一個色系 做出兩個色系的穿搭會非常的有層次 而且非常的有精神 那夏天看起來也很清爽 這樣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覺得過不過癮 歡迎大家趕快踴躍的提出問題 來跟我們交流 然後我們會趕快再蒐集問題 然後再製作更好 而且更符合大家需求的內容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